周冬雨和李一峰,你们是要笑死广大网友继承大家的花呗吗? 周冬雨和李一峰,你们是要笑死广大网友继承大家的花呗吗? 今晚的微博之夜群星闪耀,各路帅哥美女纷纷亮相红毯,让粉丝们大饱眼福 可是,唯有李一峰和周冬雨算是全场的喜剧担当,笑料频出 红毯上,周冬雨各种古灵精怪的动作,活泼俏皮 最搞笑的是李一峰,全城都在小心翼翼地监视周冬雨的裙子,害怕周冬雨踩到裙子摔倒 一开始走红毯就回头盯了两次 后来在红毯前,他又想去给周冬雨顺裙摆,可是周冬雨自己牵着裙摆灰开了 站好后,李一峰不放心,还是去给周冬雨顺了一下裙摆,真是很暖心了 后来在台上,李一峰再次想给周冬雨顺裙摆,再次周冬雨不给李一峰表现的机会 自己一把甩开裙摆,看得李一峰一脸猛逼 话说周冬雨睡裙子的动作真的超霸气 在记者问到李一峰给自己的表现打几分时,李一峰一本正经的问满分是多少,然后一本正经的说给自己打200分 记者问他为什么,他一本正经的说因为演得好啊 明明人家很认真的样子,可是为什么那么让人想笑呢? 还有周冬雨,记者问他是不是又和李一峰演情侣,他叹了口气无奈的说,不然呢? 然后自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然而让人瞠目结舌的是,记者问周冬雨如果在和李一峰搭档最想演什么,周冬雨的回答居然是母子 可,小妞,虽然人家叫你东叔,可是要做李一峰的妈妈这差距还是太大了啊 我说周冬雨李一峰,你俩是不是想笑死广大网友然后继承大家的花呗啊? 有点咱俩